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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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回到那一把其他一個夢想 英國朋友大家好 我是成龍 今天房間是創作的歌手王翰 大家好 我是王翰 王翰 第一次見面 對 也是我們ICD的歌手 是 那這個名字是本名嗎 是本名 是本名 所以家裡有兄弟姐妹嗎 沒有 我是獨子 就取了一個單名就對了 對 可是很多人都會 感覺很像是藝名 對 或是覺得我是大陸歌手 內地歌手 其實你是 我是台灣人 哪裡 嘉義人 嘉義人 嘉義 嘉義士嗎 嘉義士 嘉義怎麼樣 小地方 它是全台灣最小的城市 真的很悠閒 真的很悠閒 嘉義是最小的城市 全台灣最小的城市 我們騎摩摩車 騎腳車都非常的慢 走路都非常的慢 很悠閒 很悠閒的一個城市 所以你在那邊是長大到幾歲 到 其實我小時候去過香港 我在台北出生 然後國小去香港念書 然後再回來嘉義 高中去加拿大念書 再回來台灣 是因為 跑來跑去 家庭的關係 父親工作的關係 所以才會有些地方移動就對了 是 所以去加拿大念書多久 四年 所以你英文也很好囉 那還可以 那我們先來一首英文歌好了 好 我也等一下 蛤 不能嗎 真的嗎 英文歌嗎 一小段好了 我想一下 如果會一小段 我想一下英文歌 好 所以在大學的時候念的是什麼 錄音工程 多倫多電影學院錄音工程 所以 這個有相關 有興趣 那這一張 是你的首張 有參與製作 可是還是交給專業 更專業的老師 林士隆老師 林士隆老師 他是幫你的錄音 然後也是 你的製作 對 一小部分的製作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 我看到更熟悉的名字 黃初音老師 對 很有名的作曲 跟製作的老師 他很厲害 他算 他是你的老闆嗎 他不是我的老闆 只是他是我非常 非常棒的 齊某老師 是 是怎麼樣 他接觸的 就是因為這個case接觸的 就是林士隆老師介紹的 可是他在我 所以你先認識林老師 才去 對 輾轉認識 黃初音老師 那他在我錄音的過程中 教我非常非常多東西 像是 比如說 配唱嗎 還是演奏還是 配唱的時候 最多 因為可能我沒有真正的 進錄音室錄音的經驗 他就會引導我 不要緊張 這個部分 這首歌要怎麼詮釋 給我個方向 然後慢慢慢慢 帶我走向很細微的地方 是 所以黃後來是怎麼樣 走到音樂這條路的 我從小在教會長大 那一直都是 在教會服飾 會唱歌 會唱歌 我又不是鼓手 我是打鼓的 高中呢 去了加拿大玩樂團 然後後來 也是鼓手 也是鼓手 那時候我跟學長在後面 我跟學長在前面 跳來跳去好開心 那我坐在鼓上面 我都不能動 兩個小時都不能動 我說不行 不行 這樣太不開心了 我一定要到前面去 跟著跑來跑去 後來我就學吉他 就是就在這樣 我就學吉他 然後和聲 再接到主唱 這樣子 我喜歡這樣跑來跑去的感覺 所以你從最後面 跑到最前面 沒錯 從鼓手變成吉他 然後又變主唱 因為有些吉他手 還是不能唱啊 對 就從和聲開始慢慢慢慢到主唱 那有 有拜師嗎 還是完全自己在家摸索 那時候 學生時代比較窮 比較沒有什麼收入 所以鼓手也是自己練的 真的是 鼓手小時候是在教會培養的 然後也有跟老師學 其他呢 其他是自學 基本上自學 那後來有跟一個老師 叫盧家鴻 他也是非常厲害的老師 那和音 和音的話 跟演唱 就 就大部分 都是自己來 所以這張專輯也是嗎 和音 和音 和音是黃忠英老師 對跟阿爆 他沒有 對我很大的 你沒有聽到另外一個熟悉的名字 是 這是以前的這個Brandian的阿爆 其實阿爆 他不但當年和音 而且還跟你合唱一首歌 對他跟我合唱一首歌 這首歌是原來 就寫的時候 就是又被設定為對唱 因為我聽起來不太需要對唱 因為 他原本是獨唱歌曲 是獨唱的吧 可是那時候覺得說 我們在錄的時候 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那這首歌卡了非常的久 黃忠英老師跟龍老師都覺得 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那我們就找阿爆來 啊 就對了 你認得他嗎 認得他 你本來就認得他 是林老師 認得他 然後後來我宣傳的時候 他都帶著我 那 可是說實在 我如果說我 我更喜歡你的獨唱版 你會不會打我 不會啊 畢竟我還是composer 是是是 對 詞是寫自己寫的嗎 對 詞曲頓章都是 好我們來聽一下 好一把吉他 我們今天沒辦法聽對唱版了 對 那我就來個 特別特別一點的感覺 特別 一把吉他 一個夢想 我們一起奔奔強強 說好一路上 不再害怕 因為你讓我堅強 好奇的世界 撕破在我們的手上 做好要改變他 改變四季 只有你我躺 追逐那一聲 似乎是夢一場 可是我 互相倒下 我只想回到 那一把吉他 一個夢想 我們一起奔奔強強 說好一路上 不再害怕 因為你讓我堅強 給你把吉他 一個夢想 走過迷惘 找回 你出的信仰 回到舞台山 陪我再夢一次吧 那我們在這裏 一把吉他 又在這裏 突然出現 對啊 那一把吉他 音樂代,錄音代 那時候都聽很多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木匠兄妹 然後還有 Air Supply 一些很經典的Beatles 那可是那是小時候 小時候,長大後來就喜歡中文歌 真的嗎?你在加拿大的時候 加拿大的時候聽很多中文歌 反而是這樣子 突然我們樂團都是玩外國的歌 那時候就很喜歡王力宏 那些後來方大同 創作歌手 那時候我就覺得 可以自己寫歌唱歌是非常酷的一件事 可是那時候開始寫了嗎? 那時候還沒 學吉他之後就開始唱聲唱唱 老師在舞台上唱別人的歌有點不過癮 總的要 我自己來試試看寫歌好了 那時候因為在學校的關係 很多音樂的表演的舞台 那我就帶我自己的吉他 然後我自己的歌上去 所以是唱給 包括唱給老外聽 也是唱中文歌 唱中文歌 我們那邊現在很多 比如說中文之夜 就讓你唱中文歌 OK 所以現在收錄在第一張作品裡面的 有那首寫的歌嗎? 還是都是更後期寫的嗎? 有一首是我好早都寫的歌 叫牽著我的手 這是幾歲的首? 17歲的時候寫 就寫的 對,17歲的時候寫這首歌 我剛出接觸吉他的時候寫這首歌 那為何現在特地把它放進來? 不知道 就覺得很捨不得嗎? 對 第一是我覺得這很有紀念性 第二是我覺得我真的用了非常非常多心思在這首歌上面 直到我現在唱我都覺得 很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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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幾歲可以透露嗎? 26 26 唱17歲的歌 唱17歲的歌 好,我們來聽聽看 好 是情歌嗎? 是情歌 牽著我的手 是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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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情歌